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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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严无比的工掌门 是他 北平武战士里王凯的爸爸 这位民国海归精英 是他 八哥本以为这位老艺术家的日常是喝茶六鸟练练书吧什么的 没想到一番王老爷子的微博画风简直有毒 自称宝宝 一会晒肌肉 一会晒童年 炫耀自己B站考试考了86分 微博高喊露啊露热血口号 跟网友斗图不亦乐火 一言不合就甩出自己的表情爆 67岁的人拥有16-7岁的心态 小八哥真是佩服佩服 此外 还有80岁最潮男模王德顺老人 走秀打碟微博秀恩爱一个都不能少 张绍华奶奶和宋春丽阿姨也是微博大人 有事没事唠两句 高兴了 还会放张自拍 小八哥觉得千万不能让老艺术家们轻易出网呢 他们真奔放起来 一般人可是招架不住哦 下面 还要再说一位歌唱界的老艺术家 他在微博上的表现也是相当接地切 一时间圈粉无数 最近有网友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微博账号 韩红减肥中 用的是韩红的头像 简介是来自韩红内心最深处的呼唤 一年瘦两斤 让小八哥笑抽的是 这个疑似韩红小号 又疑似粉丝创立的微博 通篇都是减肥和美食 甚至爆料前几天跟李一峰 还有环卫工人一起扫大街的时候 累得吃了好几个鸡腿 再比如这张写的 我还活着吗 是不是该吃饭了 还有这张踢球真不是人干的活 不管了 吃了再说 真是处处充满了运动与吃饭的纠结 有网友就说了 如果这个是韩红的小号 那真是要对他露转粉了 大家也都排队去留言吧 不仅可以鼓励韩红减肥 还可以给这个段子手点个赞哦 如果这确实是韩红的小号 那记忆里他大姐大的人设 真是瞬间崩塌呀 不过最近在咱们大东北的土地上 一个叫陈二狗的人 那可绝对是树立起了 新一代逆袭王的标杆 上演了精彩的逆袭人生 听头条军说 这电视剧贼爽贼好看啊 大IP大制作全明星的电视剧 几乎难过各个领域 五行唯独去了个江湖剧 所以讲述屌丝青年闯江湖的 陈二狗的妖孽人生横空出世 神奇地吸引了一大票网友围观 东北观众更是大力被圈返 今天头条军就带大家迅速认识下 这位特别能吃苦 徒手能战斗 各样婶的妹子都能敞开撩的 大东北直男 人称内地蛊惑仔 东北陈浩南的陈二狗 我叫陈二狗 出身东北农村 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外出物工青年 没想到因为骨骼清奇 体质妖孽 自带豪放直爽见面熟的 东北是人格魅力 嗯 而且实在太能打 人生就像开了挂 于是很快搭上贵人 认了姐姐 从夜上打手做起 接着就因为兢兢业业踏实肯干 被女老板看重 从司机一路当上了经理 当然 鉴于我拍的是江湖剧 你也可以叫我 江浙户 扛爸的 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圈粉无助的大佬 首先还是因为能打 当然 你不可能像我一样能打到这种程度 但你可以学着像我一样 打得有内涵 打得有哲理 是不是来句心灵鸡汤就更好了 比如 但是性命 不代表不能直爽疼 该直爽疼还是得直爽疼 再比如 能办到的 我指定全力办到 办不到的 我还努力拼一下 所以说呢 打架不会装XXX 和二愣子有什么区别 别人打架都是狠狠哈希 而我就厉害了 打架都自带BGM 要多拉风有多拉风 当然了 想要让小弟们忠心耿耿时刻崇拜 只会逞凶耍狠是远远不够的 我还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技能是惠里奥妹 出入江湖的时候 我还吐里吐气 不过不要紧 大东北狂野的土地赋予了我强烈的荷尔明气息 就这样 轻松迷倒了清纯妹子小妖 然后我们就滚床单了 犯了事要跑路 还有小姑娘巴巴送上银行卡随便我刷 密码是我这卡的后六位 你也别问我为什么 这我能接吗 你今天要是不收下这卡 我现在马上就报警 谢谢 更厉害的是 肤白貌美 家世显赫的女神曹坚佳 也抵挡不了我的后脸皮公事 好看吗 好看 哪好看呢 都不好看 最终被我娶回家 当了东北小媳妇 这实力 这天赋 你就说服不服吧 第一季结束的太突然 我还没有打完一个副本 就因为捅了人 回到镜头前 不过 大家别着急 目前腾讯视频已经推出了第二季 听说尊贵的VIP 还能一口气看全集 想看狗哥用东北式人生观 闯出一片天 那就赶快录起来吧 每一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大老梦 每一个妹子心中都有一个模特梦 最近Lady Gaga一身蓝方块造型的接拍照 又引起话题了 联想一下之前雷哈娜的红新装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自古红蓝 论时尚时尚最时尚 我只服嘎嘎 作为今年唯秘的表演嘉宾 Lady Gaga还没进修场 就已经在实力板潮了 比如YSL最新款皮草大衣 搭配恨天高 这样亮眼的色彩和阔形 对不起 不仔细看 我还以为是染了色的海眼宝宝 看来前段时间反普归真的嘎嘎 这次终于又做回自己了 不得不说 这件凡人无法理解的时尚之爱心皮草 都被国外众多潮人明星承包了 之前雷哈娜在30度的气温下 就已经迫不及待的穿了这件 YSL爱心皮草上街吃饭 是有多爱她呀 肯斗最近在Instagram上 也晒出了自己穿这件桃形皮草 佩戴的是今年最火的熟呆子眼镜 果然是走在时尚前端 其实早在今年7月 卡拉就成了第一个尝鲜的选手 搭配的是红色丝袜 卡拉把自己的胳膊插到了兜里 活脱脱的一颗大爱心 除此之外 Instagram时尚合作总监Eva Chan 时尚潮人Anna Dana Russo Runa Shoes等等也演绎过 真是一件中了毒的皮草 吐好宝宝们 你们准备入手了吗 又有一位欧爸要上交给国家了 最近将于12月入伍的丁一宇欧爸 收到了脑动脉瘤的诊断 如果本人提出复检申请 是可以免除兵役的 但是欧爸仍决定 作为社会服务药员 认真履行兵役 丁一宇的脑瘤问题 可以回溯到2006年 当时他和李敏浩一起遭遇严重车祸 车祸后丁一宇出现了脑震荡 并有脑出血症状 到医院检查后 被追加诊断为脑动脉瘤 这个男人真的帅气到令人心疼啊 我们等你健健康康回来 铁平辣铁平辣 生田斗真新片 当他们认真编织时 放出了最新预告 托马大胆突破 饰演了一位跨性别者 还和同骨健胎饰演情侣 尽管护脊上依然是男性 但却已经作为女性 在敬老院当起了护士 全程女装不累 变身温柔的托马小姐姐 厉害了我家托马 演得比女人还像个女人 想必电影里的画面 肯定更动人啦 期待 高能欲景 高能欲景 一女欺男 振荣逆天的初闻有七次 要开播了 没错 就是那部一口气集结了 李准基林领号 李中硕持商去朴海镇 月泽眼和XO的凯在内 七位男神的 顶级玛丽苏韩剧 从星空Topstar 到IT天才教会欧巴 从富二代春青男 到性感秘密耀眼 这随便拿出一个 都能满足宝宝这一辈子的 玛丽苏偶像剧幻想好吗 网友们边填屏边尖叫 女主角是花了多少钱 才能演出这个剧 被这么多长腿欧巴环绕 简直是睡觉都会笑醒的节奏 要是还能和每个欧巴都亲一遍 这辈子都止了 导演大大 下次有这种拍摄机会 一定要叫上我 可惜这句是叫 出闻有七次 要是叫出闻有十次 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欧巴登场呀 不过迷妹们都先醒一醒 又到了我们发布 IDOL最新形成指南的时间了 赶紧跟上美美妹的脚步 这就出发啦 最近 IDOL们为了宣传新电影满天飞 说不 今天 林哥新 陈鹤和妮妮 会前往不同的城市 参加各自电影的见面会 唐嫣在帝都 有个粉丝节要参加 同样是在帝都的韩庚 今天会专心拍摄新剧 而宋倩妹子 则离开北京 前往杭州 段子手薛老师 要从西安飞往长沙 还有 今天是XO演唱会 东京站的最后一天了 下一站 欧巴们又会去哪里呢 其他小伙伴也别急 关注腾讯直播 霍思燕夫妇 来讲你如何 才能中决的虐狗 最后是今天的节目更新 小伙伴们 可别错过了哟 好了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 欢迎小伙伴们 随手转发和安利 更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因为想红起 内哄的娱乐小分队 更多有趣八卦 再等你哦 那明天见了 拜拜